一个人开着飞机环游世界是什么感觉? 听起来好像很好玩,不过我想压力应该不小 不但要有熟练的技术,还得独自应付各种状况 澳洲一名19岁青年就独自开着飞机 顺利完成了环游世界的壮举 创下年纪最轻的世界纪录 19岁的莱恩是有史以来开飞机独自环游世界的最年轻飞行者 前阵子他完成了这项壮举降落在雪梨南端的沃隆岗机场 受到家人和朋友的热烈欢迎 他非常高兴地表示,在展开旅程以前 就一直想象完成旅途回到澳洲的这一刻 莱恩驾驶的是特制的单引擎飞机 在他70天的飞行中飞越了15个国家,停留了34次